这个地方的话就把NetBar 我有把最后的程式码放这边 然后其他的回首页 这个回首页的部分前面在绿岛106也一样 所以我这边把程式放在这边 参考一下 其实你可以 下一页怎么做这边也有 另外完成的程式码 我有把刚刚完成的程式码把它贴到 这个位置 待会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说我今天要做出一个动态的 所谓的动态就是说如果 第二页 等于是那个Page2 我其实就可以做一页 那其他的话怎么办 就动态让它去抓 所以切到这个了 主要是这里面总共有四张图 那我希望一进来的话就帮我抓第一张过来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话 它可以怎么样帮我换第二张 再换下一张 第四张 第四张之后又回到第一张 有没有 所以会有个循环 这个跟前面那个Android Studio 我们有做一个那个相簿还蛮像的 其实用Java也可以 之前用Java写 其实跟这个原理还蛮像的 那只是说呢 一样的部分在哪里 不一样的部分在哪里 其实是需要 各位需要知道的 那首先的话 其实在那个程式撰写 现在比较流行 像有个概念叫MVC MVC M的话就是资料 资料也许就是 我们 需要宣告什么样的 比如说要存放什么样的资料 基本上最重要的资料就是这个 总共有四张图档 那四张图档 其实如果你想要存取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那个一个阵列 会比较恰当 那个阵列 如果在Java 或者这个 JavaScript里面呢 通常 正列一定从零开始 所以呢如果是第一张 它的正列位置就零 下一张 一 二 三 然后到三 变成四的时候回到零 一直往下加 如果减的话反正就反方向 OK 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有资料 那当然就是 这个图档的名称 第二个 我们可能会需要 V的话我刚刚讲过 就这个 这两个按钮 那首先的话 我们先把那个 V还有一个 这个 也要做 再来就是 程式的撰写 那首先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先处理 V的部分 那V的部分 请各位就是说呢 看一下那个相机 总类下面 就是相片欣赏 这一 这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里面 我们主要要处理 第一个 按钮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按钮部分呢 一个是back 一个是nets 不过呢 我多加了一个 东西 前面没有加的 就是你游标放在back 就是上一页那个 按钮的 里面 你点选他的时候 请特别注意 因为将来 程式撰写的时候 会需要呼叫到他 所以呼叫到他的话 用什么来呼叫呢 其实特别注意 关键就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前面撰写 其实没有加id 可是如果将来 你需要 撰写程式的时候 因为程式 需要 用名称 来取得 他这个 其实可以把它当元件 在哪里 所以必须用什么 用id 那也就是说这个back 第一个 我这边名称 取名叫 show pre 前一页 那ness 的话 我取名称叫 showness 反正呢 就是一定要给id 好 那我这样有id 我将来就可以 呼叫的到他 也可以控制他 因为当他被点下去的时候 那 click 的时候 你看 其实也是事件驱动 当他被click 的时候 那我就去执行 某一个方法 OK 所以第1个请各位注意 这个相片欣赏这个页面 的id 一定要取名称 那第2个呢 当我点击他的时候呢 那当然我会需要 变更一张图档 那变更图档的话呢 谁去变更 就这个东西嘛 中间部分 所以中间的部分 特别注意 一样 这个图档显示这个区域 请注意的 一样也要给他变更一个 那个名称 所以点他的时候 请注意一下下方 这边有个id 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 取名称 也许叫什么 bookpic 或者叫 反正这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自己取一个 对应到这个 图档显示区域的 等于是这个image的一个 对应的名称 id给他 所以 这两个要名称 这个也要名称 把这个名称 给对应到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这边会多一个 id OK 然后他是image source 那如果说将来 我这三个都有名称之后 那我接下来 才有办法撰写程式 所以如果你这个id没取的话 那根本没办法变更 OK 这个是第一个 变更三个 上面使用元件的id 第二个呢 我们要撰写程式 撰写程式在哪里 请特别注意 未来如果说你要撰写程式 请各位注意 大部分呢 都会把它往上移 如果以前你有在那个 网页里面 写过javascript 的话 应该 就会知道 会放在 基本上 你可以找到一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 head 有没有 最上面head的结束的位置 下方这里 然后呢 撰写那个javascript 基本上呢 习惯上一定会开头是一个 script 开头 那结束的话呢 一定会是一个 script的结束 那以前的话 因为script language 有好几种 可能有javascript 也有vbscript 所以呢 通常还会加上什么 script language script language 等于什么 等于javascript 空格 其实这边有一个 然后你会发现 他会问你说你的script language 是哪一种 不过基本上 因为现在几乎被javascript 给统一了 所以 这个后面不写 也没关系 就写script就可以了 OK 头跟尾 那 头尾加上去之后的话 首先你要先 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因为刚刚我们已经 有产生了 总共 两个 OK 上面两个按钮的那个ID 跟下面image的ID 可是呢 在什么情况下 我会去做一个事件的处理 基本上就是当我按下按钮而已 那底下是被 被变更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第一个 会需要先什么 注册那个事件 那所谓注册事件 注册哪个事件 注册 当click的时候 OK click这个事件的时候 做什么程序 那这个程序实际上就是方法 底下会对应到一个方法 OK 也就按下这个click的时候 帮我去执行底下的方法 另外资料的部分呢 可能我会需要有一个变数 叫index 这个index index是索引值 总共四张图 应该从哪一张开始 然后呢 这个数字如果 被改变的话 index也会改变 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我的图档 总共会有四张 所以那我就建立一个阵列 让这四张图档存放 将来我可以透过阵列去存取这些图档 OK 那方法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 先把那个刚刚我讲的那个 三个 元件的名称 重新再给他命名一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